大家来看 这是2020年全美收入最高的CEO 马斯克不光排名第一 还甩出了第二名十几倍 2021年的数据虽然还没出来 但是不出意外 马斯克肯定又是第一 当然这些不是基于 他持有Tesla股份整个身家的增长 而只是他作为CEO拿到的报酬 What 你就说为什么 Tesla的董事会要给他这么高的奖励 就是因为他是世界首富吗 那肯定不可能 那股东都出来骂街了 其实在Elon Musk和Tesla董事会之间 有一种极强又是极其有意思的利益绑定 我觉得是历史上最大的 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激励 一帮大佬就跟过家家似的签了个协议 基本上就说 好你马斯克要达到这个这个这个 你就能达到这个这个这个 而且不光签了一遍 还签了两遍 我个人认为也就Elon Musk敢这么玩 不过从结果来看 整个激励计划也确实激发了Elon Musk的潜力 给股东也带来了很好的收益 这协议也是为什么Elon Musk 卖了那么多Tesla的股票 所以今天 小林就来跟大家一起拆解一下 这个又神奇又精彩又大胆的 股权激励计划 我们知道商界都是利益绑定的 所以一般对于CEO管理层来讲 你就得给他足够的激励 有钱能吃鬼推磨对吧 你才能抽着小边让他赶紧跑 你就比如说这个图里边 蓝色的部分是股票激励 绿色的部分是期权激励 还有那个深蓝色和黑色 是他正常的奖金和工资 你看这些CEO里边 你根本就看不到奖金和工资 全都是股票和期权 你就比如说苹果的CEO Tim Cook 基本全都是股票 还有去年特别火的 这个数据软件公司 Palantir 他的CEO报酬 也全都是股票加期权 你看看这个Elon Musk 就全是期权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计划 特斯拉给Elon Musk的激励 为什么说他极其的大胆呢 因为在整个的激励计划里边 没有工资 没有底薪 没有奖金 没有那种根据时间 就是说你在这公司干多少年 就能拿到的股票 全部完完全全 100%都是基于Tesla的表现 和它股价的表现 我们知道Tesla是2010年上市的 虽然那时候 它已经造出来了电动跑车 但是那时候电池技术不太成熟 造价也非常高 所以如何能生产 当大众接受的这种电动汽车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技术难题的 而且大家虽然知道 新能源汽车可能是未来 但是一些传统车厂 都在慢慢悠悠地坐着 没有人说这几年之后 就能成为一个普世性的事情 上市之后 肯定面临着大众更多的质疑和冲击 好那Elon Musk你理想很远大 计划也有 到底能不能实现 一切其实都是未知的 但是Elon Musk这哥们 确实是不太一样 你听他说话 感觉他好像是个大忽悠 整天在那吹牛 但是你仔细一看 这些牛也确确实实都做到了 他自己把钱投到Tesla里边去 没钱的时候也融到资了 后来说要做电动跑车 也确实做出来了 就连说要发射火箭这么扯的事 也都让他搞定了 你看他也确实算是个天才 那投资人也不知道 这次他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完成 所以董事会当时当机立断 就决定要因材施教 因地制宜 面对这么一个神人 我就要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激励计划 把他自己的利益 跟Tesla的利益紧紧的绑在一起 一帮大佬 大家围着圆桌那么一坐 董事会就开始说了 说一佬 你的梦想很远大 你的个人能力很强大 你面临挑战也很大 我们希望你能实现计划 已经压上运了 所以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更大的激励 让你去放手一波迎接挑战 之后你作为公司的CEO 你能拿多少钱 就全看Tesla的表现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个 加州的最低工资 稍微意思一下 那Elon Musk作为一个狂人 那肯定想我的计划我要完成 那没问题完全可以 工资我都可以不要 谁在乎那小几万块钱 但是Tesla的表现具体怎么定呢 我们把它定的得合理一些 于是他们深思熟虑深入探讨之后 就有了这样一份激励计划 我们会从两个层面去评价 Tesla的表现 一个层面是market cap 就是市值层面上 直接跟股东的利益挂钩 另一个层面是从它生产和经营的角度 就看你比如说能不能造出产品 能造出多少 然后每个层面里边分别都有10个小的指标 当你达到一部指标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Tesla 0.5%的股份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两边的10个指标全都达到了 你就一共能拿到Tesla 5%的股份 具体来讲 比如说我们先看市值这边 当时Tesla的市值是32亿 就是2012年的时候 最高的那个第10档的指标是432亿 然后这中间就是400亿 把它分成10份 也就是说每涨40亿 就算达成了一个小目标 这个目标在当时12年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你想要从32亿翻到432亿 光市值这边就得翻个十几倍 经营和生产这边 因为当时Tesla很多产品还没出来 所以基本上是基于产品能不能产出来 能造多少量 比如说Model X要出一个Alpha的原型 Model X要个Beta的原型 Model 3的原型 然后产量每年能达到10万 20万 30万这样不同的指标 就比如说特斯拉市值涨到了72亿 那MarketCap这边算达到了一个小目标 如果我这个Model X的Alpha原型也造出来了 能配一对一个运营目标 这样一对目标就达成了 你就能拿到0.5 如果市值达到了432亿 并且这些所有的生产目标全达成了 Elon Musk就能拿到5%的Tesla的齐全 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激励计划 还定得非常的巧妙 因为它不是说你就是一个完成或者不完成 而是非常详细的分了10个等级 换句话说就是你也不用非得翻个十几倍对吧 要是太难了 你哪怕就翻个几倍 你也不算吹牛 那你翻多少你就拿多少 我估计董事会 甚至他们自己在制定激励计划的时候 可能都没指望说 Elon Musk能把所有的全都完成 就觉得你能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Elon Musk简直神了 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 Tesla的市值就已经达到了450亿 这就已经超过我们最开始说 最高级的那个第10个目标 432亿了 说本来是一个10年计划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市值这边仅仅5年就达到了 18年的时候 那10个经营的指标已经完成了9 没完成的那个呢 是要求Tesla要达到30%的Gross Margin Gross Margin就是总收益率 就是说这个车卖出去赚到的钱 减去造车的成本 能赚多少钱的那个收益率 30%这个数字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之前有一个韩国的汽车分析师就说 像是丰田 现代代姆勒这些车的总收益率 大概是在20%左右 像奔驰宝马都达不到30% 你想要达30% 基本是要跟那些豪车 什么法拉利 保时捷这个级别的 所以这个对于Tesla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难的 不过10个达到9个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也就是说之前那定的 如果全达到5% 那达到9个就是能拿到4.5%Tesla的股份 投资人和董事会一看 我去 这么快就达到了吗 果然真是天上一条大银河 人间一个马斯克 奇才奇才 往后他再怎么口出狂言 虽然也有人不信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就不觉得 他是就存在着吹牛 他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不管是什么星链计划 地下世界 脑科学 要上火星 听着好像都觉得很扯 很不现实 但是马斯克他确确实实的 都去这么做了 那董事会这边眼瞅着 这目标基本都达成了 那也不能就这么地儿 马斯克没有激励了不行啊 那我得给更大的激励 所以18年的时候 他们就给马斯克来了一个 更厉害的十年激励计划 这个计划跟12年的计划 大体的差不太多 一边是市值方面的指标 另一边是跟经营相关的指标 但是12年的时候 车不还没造出来吗 经营这边指标是说 你能不能把车造出来 能造多少量 但18年其实基本 车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更多的放到了一些 财务方面的指标 但这次这个激励计划 跟上次那个相比 那是相当的阔绰 之前12年的时候 你全达到了能拿到5% 对吧一共分10个级别 18年这个计划 一共给分了12个级别 每个级别达到了 都能拿到1% 也就是全都拿到的话是12% 市值这边 Tesla在18年的时候 市值是590亿 然后所以定的目标 是从1000亿开始 每涨500亿算达到一个小目标 就最高那个级别 是6500亿 经营这边呢 估计哈 马斯克可能觉得 上次那个经营的指标 不是那么好达到 所以也是给自己争取了一下 换句话说 就是16个里边 任选12个 就算全都完成了 这16个指标里边呢 有8个是跟收入相关的 有8个是跟EBIT 就是一个盈利指标相关的 还是和之前一样 市值这边达成一个 经营这边达成一个 达成一对 你就拿1% 12对都达成了 就拿到12% 所以从18年到28年 这10年期间 你老马还是没有工资 没有奖金 没有根据时间 就能到手的股票 你所有的 作为CEO的激励 都是基于特斯拉的表现 但到现在 才过了两三年 你看特斯拉的市值 已经破万亿了 现在全球第六 你说这个数字 当时18年定的时候 觉得市值又要翻十倍 怎么可能达到 马斯克又给你做到了 What 那有些人就说了 你定一个市值的目标 那Elon Musk 整天制造话题 制造噱头 在社交媒体上口出狂言 让这股票搜搜风涨 不就完事了吗 那当然不是 董事会定的时候 董事会又不傻 肯定是希望 特斯拉能够长期的 让它的价值上 达到一个 那稳定的市值 才能给Elon Musk 这些股份 市值这边这个目标 不是说我一天达到 就OK了 而是说 要让这个平均 持续六个月 并且在过去的30天 也能达到这个市值的要求 才算市值达标 而且18年的计划 也比12年的计划 更苛刻的一点 就是他也怕Elon Musk 拿到这个期权之后 立马变成股票 就给卖了变现了 所以他又规定 当你拿这个期权 换成股票之后 还要额败持有五年 这样对投资者来讲 就是把Elon Musk 就绑在这儿 让他弄这个股票 就是对投资者来讲 一个更大的保障 激励计划 Elon Musk 他拿的不是股票 当他每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能拿到一部分期权 这个期权 就是说让马斯克 有权利 以他们在制定 那个计划的时候的价格 来买入股票 假设18年的时候 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 特斯拉股票 比如说100块钱 现在特斯拉股价 涨到1000块钱 那假设我有这个期权 我就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以100块钱 去买特斯拉股票 相当于买一股 我就赚了900块钱 那比如说 我给Elon Musk 100万的股票期权 那相当于 他就赚了100万 乘以900块钱 这么多利润 所以期权是一个你的权利 你可以买 你可以不买 但是你想股票 现在比它行驶价 价格高那么多 啥子才不买呢 这里边我们说一下 一个挺有意思的小细节 因为我们刚才说 你行权之后 不就相当于你赚钱了吗 赚钱你就得交税 那有些人就担心 Elon Musk 万一没钱交税怎么办 所以这个条款里设计的 也非常人性化 就是说如果你以交税为目的 你可以卖掉一部分的股份 去交税 我们之前不是听说 2021年年底的时候 Elon Musk 卖了很多特斯拉的股票吗 这个其实就跟他行权有关 因为我们刚才说 12年的那个激励计划的 整个有效期是10年 也就是说2022年 你要再不行权的话 这个期权就过期了 但是你想Elon Musk 要行使那么多股票的权利 他肯定赚了巨多钱 这个税就是很大的一个数 咱们来算一算 首先这是他作为CEO的收入 我得交收入税 那肯定也是最高那个级别的 按照美国联邦收入税的 最高等级 差不多是37% 然后因为他不在加州 还要交加州的税 那是13% 额外还有一些什么投资税 加起来这个税率 据估算是超过了50% 对于Elon Musk来讲 我要行使2012年的期权 行权价是6块多 那时候的股价已经是1000多了 换句话说就是我花6块钱 就可以买一个1000块钱的股票 就等于白送给你 但是你要想行权 你得交超过50%的税 据CNBC报道 去年年底的时候 它其实行使了 210万股的期权 也就是说市值大概在 20亿左右 如果算出税 它就要交10亿的税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它卖了多少股票 它其实去年在年底的时候 卖了50多亿的股票 所以这里边其实只有五分之一 真正的是为了在交税 而剩下的40多亿 你也说不清楚 它到底是真的为了套现 还是其他的一些事项 但大家如果不仔细去深究 就觉得Elon Musk卖股票 其实就是为了交税 也不是说他对Tesla 没有信心或者怎么样 就成功的把这个注意力 引到了交税上 你看是不是有点 声东击西的意思 就保护了Tesla的市值 但是说到这个CEO的 激励机制本身 税肯定还是里边 比较小的一部分 对Elon Musk来讲 他肯定还是想把 特斯拉做大做强 市值做高 才能给自己和股东 都带来更好的受益 这个激励计划 还是非常适合Elon Musk的 确实造就了 宇宙第一神谷 和世界第一首富 他要是把之后那些小目标 再一个一个都给完成了 他首富的宝座 应该就是越做越稳了 你的梦想很远大 你个人能力很强大 你夜灵挑战也很大 我们希望你能实现计划 已经压上运了 今天早上眼睛好像有点肿 咱三连赛太五分 开始慢慢的 大直其实没有办法估量 怎么了 你怎么能忍一下